当您希望设定自动分享会议记录时 您可以在工作区设定的常见设定中 去调整您的自动分享会议记录设定 当会议结束之后 您便可以到您的Google信箱中 看到刚刚所收到的分享信件 如果您开启了自动分享的设定 会议结束之后 系统会依照您的自动分享设定 自动将会议记录以信件的形式发给指定对象的现象 您可以选择只分享给自己 也就是当您作为邀请者去发请机器人加入您的会议的时候 那系统会自动的发一封信到您的信箱 或者是您可以选择分享给所有的行事例与会议人 也就是当您邀请的会议结束之后 系统会自动发送一封信件给所有Google行事例上面 所有要参加这个会议的与会议人 或者您也可以选择不分享给任何人 包括自己